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秀石的一个 这是贵州老街机器的两台手机 一台6SP 一台小米6 这个做得很好 就写上纸 纸条了 而且字写的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写的是什么 自己买的前套 总成拆装后 发现指纹 见识灵返回都按不了 还有前世上都打不开 听整个声音 希望看看能不能修复 能修复的话 再帮我往旁见识 然后总成帮我配成一台 因为之前 这个是延级的 然后又 这个是原来点红 这个红 要比碎了 然后它这个是换成的 黑色档 然后这边换成的黑色 这个指纹换不了 我们看到底下的确没有 按了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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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只能点这里 指纹用不了 这个没有按理还真不方便 接下来我们拆开它看一下 好 手机我们屏幕已经打开了 打开了我们好好去看一下 它这个指纹 它指纹排线是这边 然后点到上面去 但是在我们打开以后 发现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已经断了 已经撕裂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个位置 已经看到没有 这个裂开了 导致指纹按键都用不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裂开了 然后它这个前摄像头 听筒没声音 原来是这个排行也是裂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裂开的 它就还放电池 然后我们总体检测到这里 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 导致的 这个就是自己拆一张手机导致的问题 所以说你们不要尝试自己拆自己的手机 那手机不之前还好说 拆化了就拆化了 但是之前的手机拆化了就亏到了 接下来我们检测一下这个小米6 这个小米6怎么够呢 掉水里 再检测才发现开不了机 如果能秀号再放个电池 就是放电池 还是放个电池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是和它拆开检测一下 检测一下 什么电流 两个一起检测一下 这些我都拆了 拆了 拆在一起 拆在一起 然后 这主板的话 还是平亮的 然后我们 用仪器检测一下 看一下是左温角 我们用本家电源开机看一下情况 好 我们找到这个小米6的开机 现好 然后把它扣好 我们看一下正负机 正负机 正负 对下写正负 正 刚好正记在下面 就这样扣上去 我们发现漏电 闪了一起 闪了一下 现在定住了 还在漏电 我们再按一下看一下 看到了 漏电 漏电50毫安 漏电50毫安 再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漏电73毫安 这里65毫安 68 然后 我们就检测到这里 然后次来我们维修 维修好了再发行 双击关注 留言 下个视频见